很多人问 又一句狂犯 挂倒了之后后面后墙的灯一层响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现在我们来挂倒评一下 看来又一字挂倒后面灯一层响了 现在我们放油的时候检查看到没有 已经很黑了 你挂倒了之后面有一响 灯一层油可能就是尾牙里面磨损了 所以导致它见细过大一挂倒的时候后面有一响 或者是一点点的轻微的动作 你看这个油非常的好 我们清晰的看到油里面掺杂了很多的铁粉 这种就是长时间没有更换后桥的油 还有暴力驾驶打至的 还有后面那个鸡脚胶 后面那个尾牙那个胶 看到没有 也是开裂的 这种的话都会打至后面的 更错 老款的月子的后面就有一个后桥胶 现在我们把另一个没有的也可以它装进 现在我们正在安装后桥胶 这个后桥胶不好更换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把它更换 现在更换好后桥让我们挂挡 已经没有后面那个灯做了 完了解决问题